就算是两人防守也不怕 得分Booker得分下下轿 季后赛太阳提湖第二战 主场出赛太阳气势如虹 尤其是当家一颗Booker 更是球队的得分主力 从这样比赛的前两节出手 就会看出他制霸全场的气势 Booker aim shoots 果然是为了独秒而生的男人 第二节又是Booker 投更远 单分命中 比赛在焦灼的时候 Booker总是能跳出来取分 这个曾经单场拿过70分的男人 在Chris Paul来了之后 更能专注地狂轰滥炸 太阳战机也不要直上 但在第二战当中 Booker却受伤了 之后下半场就没再回来 少了Booker 太阳也以114比125 败给来访的提补 Booker上退 赛后核实共振结果 是右腿筋轻微拉伤 轻者两三场缺席 重则要两到三周 也让后续赛事 满下不少变速 季后赛是趁主闭争 如果易哥无法回归 太阳也得赶紧想办法因应 墙下每一场关键的进局胜利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